說回一個最近的新聞 先頭大家就認為印度對俄羅斯的親近態度 又不掩責他,又在聯合國路也沒有投票 好像跟隨美國一樣 認為在美國的盟友當中 印度現在開始被人捉 拜登也開始出言 說你不應該這樣做,白宮發言就不用說了 為什麼開始狂捉印度 力度未及美國對中國施壓 但是狂捉印度開始透露了一個世紀大的轉移 這個大的轉移開始有人發覺到 現在不是好像布爾津司機的大基本 叫做中俄加伊朗 而是發覺未來的國際別墜 這國際別墜已經不是由美國去主導了 這國際別墜是由中俄和印度 三個國家 這國際別墜是由歐亞大陸之外 直接可以在跨海的橋 或者是它那個東島 直達非洲 即是歐亞非未來這個板塊才是最重要 也是要取代現在的那個霸 所謂的現在是國際別墜 所以什麼叫霸權 什麼叫國際別墜 這件事我們外人就分析得 如果你不一定可以知道前文後理 我們只要看現象 說誰跟誰朋友 誰跟誰美國想出什麼理由 想去跟他們的所謂的傾向中國國家 想進行一些離家之類 但是這位我們見到這個溫傑軍教授 他本來就是專門做農業的經濟 不過他現在已經是非常通透了 對於中國經濟、對於世界經濟 甚至對經濟的歷史觀 都很通達的一個概念的一位專家 那麼他就提到一點非常重要 這件事看法了我的講 解答了很多朋友的提問 很多人經常都說 你們看穿好像俄羅斯在挑戰美國的霸權 在挑戰國際別墜 中國都好像正在符合 那為什麼無端端在這個時候 或者在這個時刻 2020年一起發起這樣的行動 尤其是俄羅斯 或者本來的命 好像國運 都是帶頭去挑戰美國的所謂體制 為什麼 如果根據溫鐵軍教授 他就不是從這個戰略和外交方面說 他就說從這個經濟發展的自然趨勢來講 美國西方國家 這百幾二百年或者這三百年來 所進行的工業化 繼而去到這個殖民化 去到這個叫金融化 直至去到現在所謂的虛擬經濟 他整個周期都走完了 如果還是依靠美國的所謂的主導的霸權 就是由美國繼續控制這個世界的話 這個世界就沒什麼希望 因為實現不了世界經濟的增長 第一個點就是 因為美國現在已經放棄了自己的產業經濟 自己是沒有製造 他是做什麼 他是專門做這個叫金融虛擬法 就算在這些之前很出色的所謂的創新公司 科技公司 雖然是Google也好 蘋果也好 Amazon也好 都開始進入去 他們的初心都不是創新 而是壟斷 壟斷不同的領域 買起了這些叫做初創公司 不讓他可以成長和他競爭 利用他的所謂的入股 投資金融手段 控制不同國家地方有資本的公司 爭取只是爭取一些 所謂的股票上的升值 而來去只是集中了少數的巨毛 在身上 問題是什麼 全世界經濟的增長 是不能夠獲得有這個活力的 因為你的投資資外就是金融報告 繼續堆股價 尤其是Kesla 幾元升到幾十元 幾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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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千元 用這些 分享不到他的實體經濟 但我剛剛提出一個非常重點 這個重點大家一定要明白 這個世界 還有很多化粧國家 未實現工業化 也都未有很 叫做 原備的 基礎建設 他們經常就是出賣資源 或者出賣努力 基本上 也都被現在美國所謂的 金融霸權 金融虛擬手段裡面 控制了 即是霸不到為 所有的資本家 包括這些 美國的投資基金 也都不是作為 你一個建設的 一個建設者 他只不過是 在裡面 提出你所謂的 所謂的 增長 如果 加息減息期 還要做 進行一些不同的 收割工作 即是 到加息 美議員回頭的時候 趁你側低 然後收割了你 收割了你 可能就是 不是 不是從你國家的發展方向去走 不是從你國家建立實業 是幫你國家的工業化 沒有這件事 但是 唯有 中國 一帶一路 開始見到 這個世界有不同的模式 因為第一件事 中國 首先不要說它 沒有 不要說它 我是好朋友 不要說這些 就是 近乎是廢話的說話 說回功利一點 為什麼中國 要這麼熱衷 投資一帶一路 豐闊我們的 這個 投資通道 第一件事 原來 中國 已經是產能過成 有資金過成 因為根據這麼多年的積累 溫鐵軍說到 其實 我們的產能 是很厲害 如果這個世界市場 主要我們還在靠美國主導 這個國際滅墜 那班人 即是西科國家 即是東盟 或者在亞洲 其實是不夠吃的 因為我們的產能過成 即是說 世界吸收不到 我們這麼多的產能 這麼多的注出 在這個產能過成之下 反而有些 發送國家 還沒有去工業化 還沒有去到 做基礎的投資 它正正是需要一些產能 去推動實體經濟 所以就一拍即 這些就是 中國人也好 你不要過分不說這些 怎麼說呢 就說我們是救世主 我們又是 和別人是好朋友 我們又無私奉獻 這些做宣傳不要緊 不過作為大國民的話 都要看清楚 其實我們要多說計數 要多說這個形勢 我們不會窮到不著苦的時候 會幫別人面接 所以如果是的話 就迫於一些 所謂政治 或者是國際關係的使言 不過正正常 溫力軍說 我們就說 這個就是一拍即合 我們有產能過成的傾向 而一些國家 根本得不到現在 國際秩序之下的經濟的 所謂增長 因為所有錢 搬去做這個泡沫 看到股市很開心 又升 你這麼神奇 為什麼馬斯一賺少錢 股市這麼厲害呢 這個世界的人還未醒 但是很多的國家 不可能靠你吃飯 你美國那些股票幾個公司 一處情經關 有什麼事呢 錢去不到我那裏 我有空給你收割 有空給你買起 還有空給你控制 加入你的美元集團 就更慘 這些東西需要一個突破 所以這個世界不能夠不變 如果不變的話 我們的經濟 世界經濟也不會有增長 再下去的話 就真是累死阿堅 你美國越走就越泡沫 社會制度就越來越貧富懸殊 反映到全世界 如果全世界跟美國走 經濟方面 我們世界經濟越來越泡沫 我們的世界的社會 越來越分化 貧富越來越懸殊 終於的錢 那些虛擬的財富 集中了幾個富豪 那有什麼意思呢 這些這樣的制度 這些這樣的趨勢 亦都是逆行整個時代的發展進度 中國將它的產能 將它的基建的能力 找到出口 你看看整個大陸幾個地方 是需要有一個的實體經濟建設 那現在國家就投資很多 或者是以借款 大物來援取他們的資源 大物來幫他們做基建 那一下一下去做出來的話 我們就不會怕有產能過剩 反而幫到很多國家 很多國家 譬如在中亞 有這些產能國家 它還沒去到工業化 美國都不想培養工業化 即殖民地主義的話 它不會把工業放在殖民地上 以及以前這個過往 現在也是 所以美國 你說之前的霸權是合理的 因為當時它進行一個叫全球化 在美國最強盛 當時發明了 這個推行了這個叫互聯網 推行了這個叫資訊 超過功勞 於是讓全球化可以實現 因此而有中國崛起 當時過去二三十年 全球的經濟真的很豐盛 當時整個美國的霸權 都不能被挑戰 都不能挑戰 無論是科技也好 經濟也好 經濟也好 開店也好 完全都是跟著美國走 今時看到了 學性通脹 國債也就是 也不知道怎麼說 三十萬億 是吧 多過它的GDP背記 另外就是 經常說 很高喊 制裁要回來了 怎麼制裁要回來了 你的工人怎樣 你的供應怎樣 搞得來都天亮 你還要兩個黨 都不太咬 你怎麼維持霸權呢 那麼可能 普京會看得到 即是說 這個世界再不可以 被他累死阿堅 你還這樣搞 於是他用他的軍事力量 去挑戰他 反正你也是用軍事力量 去壓入俄羅斯 中國要跟他過一招 雖然中國說 我是中立什麼 但是看出我們的傾向 看出我們最有利 就是令民族復興的一個方向 就是打敗一個叫做 垂死老衷的所謂國際別墜 你再被他拿走的話 是不行的了 即是如果看這些港產片的話 這些大哥 大哥你真的走路陣陣下 你怎麼維持這麼大的地盤呢 你怎麼會讓大家有得吃呢 怎麼會有地盤可以開拓到呢 你只掛著這裏搞這些事情 花花神神的 還是就越來越自私 越來越不理死活難 你看這次就知道了 為了這個叫做制裁俄羅斯 你叫全世界陪你一起去拼命 糧食就折高了 魚油就折高了 全世界有哪個好處呢 最傻子的那個不是英國 最傻子的那個是澳洲 這就是英國的 英國的 同盟同種 我想起一件事 但是其他國家不是的 為什麼說到印度 為什麼經常說到印度 都被人狂襲 例如根據溫鐵軍說 未來不只打開歐亞大陸 就是整個歐亞大陸 再可以延伸去到非洲 這個是需要一個很龐大的力量 歐亞三個重要的國家 人口大國和資源大國 俄羅斯、印度和中國 這個才是一個新的國際別墜 不是加上伊朗 加上伊朗也不是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加上中印俄呢 因為看回大陸來說 之前西伯利亞第一次有一個叫做歐陸的大橋 就是貫穿了歐亞的地方 又有這個西伯利亞鐵路 第二條就是現在一帶一路 開始也是由聯運港 去到歐洲 這些是衝突 另外第三就是 由香港開始 通過東南亞 然後去到西亞 然後去到歐洲 然後再過 甚至去到非洲 非洲又再去到不同的西非 這些地方 只是一個連貫 一個U型的連接 所以說在這個體系裡面 當然中國是支撐不起的 需要也跟這個印度和俄羅斯合作 尤其是中國是搞不定俄羅斯的關係 就是你 有很多矛盾 但是誰可以搞定印度的關係 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 就是由蘇聯開始已經跟印度有很大的合作 如果這三個國家 也是歐亞的地區 他們能夠真是再進一步 結合一看 你知道印度的科技 和俄羅斯的科技 人才相當之多 如果合排起來的話 完全在太平洋 所謂的發電機 已經不是再在亞洲 或者東南亞 而是再在黑馬大陸 加上非洲 這個整個連貫新的一個 版塊 那這個呢 這個呢 溫烈光是幾率先提出這個觀點的人 就解釋了很多 大家還是不明白 為什麼我們要取舊 這個叫做 舊國際的秩序 或者為什麼美國是不行 其實很多的 所謂叫做 怎麼說 那些叫做 知識 公共知識分子都說 美國做很多事情要學的 學什麼呢 學他養老 學他退休 美國呢 應該懂得 就說 你有什麼能力 就做這樣的事 沒有什麼能力 就現在搞到這樣 你雖然說 俄羅斯都不見得好過 但是全世界攬炒 這件事都不見到大家所樂見的了 印度 已經開始看得出 哦 原來未來 會靠俄羅斯 俄羅斯都說 拉了印度 連結了中國 大家一個默契 一個承認 歐壓 就真的成為 未來的大旗盤 這個就不同 貝珍斯基的版本 貝珍斯基 沒有看到這一步 雖然他承認 印度是一個 祝福 中國是祝福 俄羅斯是祝福 到時 美國就糧了一邊 他自己在美洲裏面搞 變成二流國家 現在開始看到二流國家的影子 因為一流國家 霸協國家做任何事 都合理的 你覺得我叫你這樣做 叫你制裁俄羅斯 可能有好處 但是你叫人去做事 給不到好處 你就叫做 又不是霸主 有個名字 我不想說都要說 你變成什麼 你變成搞屎棍 霸主 喂 我有著數給你 因為你跟我 這不是叫霸主 這不是叫霸權 我有能力 你不聽我說可以動你 聽我說可以給你 沒有的話 只說的 就搞屎棍 現在誰是搞屎棍 以前的帝國叫英國 想有野心 就控制不了這個世界 做一些不人爭 但是都幾 就是 小人不利己的事 現在英國就叫做搞屎棍 將來 美國和英國 就是所謂的好兄弟 一起叫做兄弟搞屎棍 不是很久的事 我想地來是將來 如果看得出 印度現在是對美國都不假辭息 是吧 開始說 跟你結盟 如果對抗中國 會有什麼好處呢 之前 那個勢不同了 所以美國現在呢 就是霸主的地位 開始 適微 也開始 為什麼開始 要加快 加速他這個 消退 加速他 退休 因為你是妨礙地球轉 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塊 等待我們中國 加上我們的盟國 加上我們的老友 不要說盟國 一起去建設 一帶一路 偷阿非 這個辦法 美國開好東西 所以也是叫做教育新的一代 不要再用我們那時候太平洋士時代 一定是在日本 這個什麼 亞洲 美國 美國的科技會輸過來 就領動我們 大家受惠 不是的了 下一代你再這樣交 又是找來交 好了 講講一個交代國的訊息 很快 之前呢 就講到說 就有人在那裡 講笑這麼說 那就是 說到這個 美國原來就是 因為 用這個這樣的 動態清零也好 清零也好 搞到這個人口減少了 為什麼呢 很多小孩會出生 那麼 累計損失了7800萬年以上的生命 美國就不同了 死了100萬老弱傷殘 他們平均受命12年而已 所以美國呢 就是損失了1200萬年的生命 所以呢 中國的損失大過這個 這個的 美國 所以美國 哇 他確認得非常成功 那麼大家最近呢 美國的人口補查呢 有一份聲明就說 2021年呢 美國人口呢 原來人數是減少的 人口露凌發和死亡就上升 但是 嬰兒一出生就少了 於是乎呢 他的人口就下降了 很多數據來講 有7個的州郡 都經歷了這個 所謂的人口下降的趨勢 那也是 現在這個 2021年那個 結勢呢 就是 自從 2010年美國的 這個 結勢之後呢 又另外一次的 有紀錄的 所謂的人口 增速的最低的一年 總之簡單來說 就是 美國的人口 因為新冠肺炎呢 都經歷了 最大的 一個低迷的增長 就是說你不要說 美國又叫做 我只是 死了那一百萬人而已 我們現在就 點點點 你的 人口 一樣是下降 所以 我說回幾句 大家都知道 就是 三腹屁 什麼叫做 動態清零 或者什麼叫做 清零這個問題 我首先回答大家 就是很多 我的朋友經常都說 你動態清零是愚蠢的 為什麼呢 你不能把這個病毒打敗 第二 這個樣子就告訴你 就是中國從來 不是打敗這個病毒 我們只是要 長身健體 我們要增強你的免疫力 我們要製造這個疫苗 你被人帶編了這個題目 就覺得我們 Stupid Chinese Stupid Chinese 就說 你試圖想滅世界 每一個的病毒 我們沒有這麼做 也沒有可能這麼做 如果沒有人這麼說過 美國這麼說 西方就這麼說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們在香港見到 我可以生受期待 如果你不動態精靈 你不盡量積極去找到這個源頭 去追截 被爆到百幾萬人感染 每天這麼多人死亡 第一件事 醫療體制承受不起 第二件事 會死很多人 香港可以當沒事發生 中國各程 國內各程 和香港可能不同 香港可能很多都叫做社會大業民主義 只要不是你自己死也沒有問題 看到這些護老院 變成好像差不多是失控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麼出路 很惶恐 經過了這一個月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中國 會怎樣 到時就不是要 人家攻擊你 就叫做stable chiles 這個是殘老政權 人家不管 還有你自己 醫療的體制都不能自顧 就是這兩個問題 這麼簡單 即stable chiles就是那些 hating chiles savehating chiles stable chiles 經常說 我們是逆天而行 我們好像上方說過分偏執 錯 回香港 或者回到大陸 你就知道 不會有地方可以忍受到這件事 香港是很奇蹟的